继2016彩绘鞋一脉响应成功 2017再次温情加码 让感动延续 台东女中美术班 联合台东大学美产系 与卫福部台东医院合作 发起一心一意爱无限 岁莫感恩联合一脉活动 发起人康玉婷老师表示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学生多为自发性参与去认养 甚至最多认养到五件 再利用课语时间完成作品 但是除了顾品质 还要友人宣传跟招募 很谢谢这一群支持的朋友 协伴单位与企业 对 然后其实这一次 比去年更盛大是 有更多的好朋友 像东大的那个林长老师 就是好朋友 然后他就是 我只是在一个LINE讯息 问他说我要办艺蛮 你要不要一起合作 然后他就一口就答应 然后之后就上了不归 走了不归路的感觉 没有他因为他很忙 然后他帮我负责东大的学生部分 然后就是让慢慢的就是有一些都是好朋友 或者是毕业校友 或者是有的好朋友美术老师一起帮忙 然后还有我的学生 就是才能促成今天的活动 而且就是这一次的活动都是自发性的 就是我邀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义卖活动 然后我要找我的学生来认养鞋子 他们都是自愿认养的 就是一年级的一双 二年级的他们都 因为他们去年有参加过开幕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所以他们最少都是两双 三双四双五双 最多是画到五双 而且就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画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因为 那个意义就是大于 大于课堂上的这些课程 就是他们自己也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就是可以一点贡献这样 这次采汇鞋有110双 淘一瓶50件 除了展现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成果 也提供大家参与公益的好时机 此次义卖所的金额 将捐给台东医院社福基金 帮助弱势民众负担医疗 照护及送餐等费用 得到妥适的医疗照顾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